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巴黎奥运会在正赛第14个比赛日 迎来了乒乓球男团的决赛 已经连续四届奥运会夺冠的中国乒乓球队 遭遇到了本届奥运会南丹亚军莫雷加德领军的瑞典队 后者绝境逆转日本男团 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不过从双方的综合实力来看 国拼男队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 这也是赛前球迷看好国拼 能够在男团完成五连冠的原因 本场比赛瑞典队虽然打得非常顽强 但是国拼还是以大比分三比零获胜 如愿拿到了男团的冠军 马龙也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 拿到六枚奥运会金牌的选手 第一场马龙王储钦对阵卡尔伯格卡尔森 在这一场巅峰对决中 两队组合一上来都有点紧张 不过马龙和王储钦明显调整更快 在卡尔森和卡尔伯格率先拿到第一分后 龙头组合就坚决回对方长球 让卡尔森和卡尔伯格打得非常便宜 掌握主动权的王储钦和马龙连得六分 在中局取得了六比一的领先 但卡尔伯格的勾手发球和凶狠的搏杀 帮助瑞典组合逐渐将比分反超为了九比七 并且以十一比八逆转获胜 第二局比赛龙头组合开局就打出了侵略性 直接以六比零开局 轻松以十一比四扳平大比分 王储钦马龙在第三局延续了火热的手感 开局就连得八分 直接打猛了瑞典组合 早早终结了这一局的悬念 十一比三再胜一局 背水一战的瑞典组合 在第四局靠着搏杀 在三平后取得领先 以十一比六将大比分追平 决胜局王储钦的反手拧拉 让龙头组合开局就取得了三比一的领先 并且一鼓作气以十一比七获胜 第二场 樊振东再次对阵莫雷加德 在南单决赛后 樊振东和莫雷加德时隔四天再度交手 首局莫雷加德靠着坚决的搏杀 开局就建立起了三比一的领先 虽然樊振东在中局将比分反超为了六比五 但莫雷加德还是靠着超高的上台率 以十二比十再下一成 第二局比赛莫雷加德的搏杀上台率依旧很高 开局也取得了四比一的领先 但樊振东通过发球的变化 很快追平比分 并且以十一比八搬平大比分 关键的第三局 二人打得非常激烈 你追我敢一直熬战至九平 决胜时刻 樊振东连得二分 以十一比九再赢一局 在自己的首个赛点局 樊振东在开局一比四落后的情况下 顽强追平比分 可惜被莫雷加德以十三比十一成功续命 第二个赛点局 樊振东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直接打出一波流 以十一比三锁定胜局 第三场王楚钦对阵卡尔森 肩负锁定胜局重任的王楚钦 在和卡尔森的首局较量中 就用自己标志性的反手拧拉 在开局连续迫使对方失误 很快取得了四比一的领先 尽管卡尔森靠着前三板的坚决搏杀 一度抹平了分差 但大头还是靠着关键时刻 更强的稳定性以十一比九先拔头筹 接下来第二局 已经打出气势的王楚钦 没有给卡尔森太多的机会 如愿以十一比五再胜一局 不过第三局王楚钦状态下滑 让卡尔森以十二比十扳回一局 第四局同样的情况再度上演 开局落后的大头 虽然在局末将比分追到十平 可惜决胜时刻连丢二分 让卡尔森以十二比十再胜一局 好在决胜局 王楚钦终于找回了状态 没有再给卡尔森机会 以十一比二锁定了胜局 至此由马龙 王楚钦和樊振东 组成的国平男团 经历了三场三比二的苦战 总比分三比零战胜了瑞典 成功卫免了男团冠军 这也是男团在这个项目的五连冠 与此同时 马龙也拿到个人奥运会第六金 成为中国代表队第一人 就连WTA官方也认证了 龙队是乒乓球领域的GOT 马龙今年已经是36岁了 与他同时代的张继科 许新 已经先后退役 加上年轻一代 没有太好的球员 能够打出好成绩 马龙在巴黎奥运会 依然是代表国平出征 在此前的伦敦 礼约和东京 马龙已经获得了三枚男团 和两枚男单金牌 而且在这个期间 马龙已经拿下了两次大王冠 来到巴黎奥运会 马龙并没有获得男单资格 但他成为了中国队开幕式的棋手 这可是首位乒乓球运动员 首次担任棋手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龙队要么是在看台上 为队友加油 要么就是在热身锻炼 这也为他在男团比赛的好状态 奠定了后世的基础 无论是16强 8强 还是半决赛 他与王楚钦的搭档 没有输过一盘 决赛舞台上 马龙和王楚钦 遭到了瑞典的组合强力狙击 不过龙队在比赛中 及时进行调整 并在决胜局 用一记漂亮的正手 挥拍反拉拿下比赛 赢得这一局这一分 也让龙队的罕见地 做出了原地360度 转身激情庆祝 之后出战的单打的 樊振东和王楚钦 也经历了两场苦战 但国拼还是顺利拿下金牌 拿下史无前例的五连冠 随着马龙 跟随中国男拼 拿到巴黎奥运会 乒乓球男团的冠军 他也成为了中国奥运历史上 第一位拿到六枚金牌的选手 超越邹凯 陈若林 吴敏霞等选手 而在整个职业生涯 马龙合计获得了 31个世界冠军 奥运六金世锦赛14冠 世界杯11冠 另外他还有六枚亚运会金牌 15个亚锦赛冠军 4个亚洲杯冠军 7个国际兵联总决赛冠军 4次全运会冠军 8次全锦赛冠军 而且还创造了56场连胜 保持着长达4年半不败的记录 也是国际比赛 唯一一位单打胜率 超过90%的选手 如此耀眼的成绩单和履历 也让马龙毫无争议 成为乒乓球领域的绝对第一人 而WTT世界冰联的官网 也官方认证 马龙是这个项目的gold 这也意味着龙队在领域地位 已经是和能够比肩 德约科维奇在网球领域 梅罗在足球领域的存在了 而且按照龙队生涯的成就 恐怕很难有后来者能够超越 2024年8月10日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 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 决出女子团体的前三名 此前我们已经获得四金一银 再赢就能包揽全部的五项冠军 女团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继续登场 决战日本队 与早田西纳 平言梅宇 张本美和展开较量 国评三人向新的记录发起冲击 8月10日赛程公布 16点女子团体同排赛 韩国VS德国 韩国队整体的实力更强 申育斌 田智希都是高手 就是一单理恩会相对差点 反观德国队韩盈和米特兰姆 因伤缺席 需要18岁的考夫曼单起重任 而且即使考夫曼能拿二分 队友打得不好也没办法 总的来说胜算小 21点女子团体决赛 中国VS日本 每次世界大赛都是双方争夺女团冠军 比如今年釜山市兵赛 中国三比二日本 给很多球迷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对手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超过预期 虽说早点西纳受到伤病困扰 张本美和也不稳定 却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需做好遭遇困难的准备 试级 华 blues 王